它的基本流程就是這樣 因為我這邊Review 本來是一個 本來是空的 那我要它怎麼樣呢 幫我把圖放進來 而且要一個一個放進來的話 就必須透過剛剛講的這個 所謂的Base Adapter Base Adapter要做哪些事情 你必須要給它一個什麼 一個容器 那Activity目前就是我們現在的 這個Activity 就是我們自己本身 那所以呢這個地方必須要傳一個List 給它那傳進來之後的話 會傳一個參數叫 Greview的Activity 那我可以把它接起來 那我這邊呢 上面宣告一個Activity A 不過有些書裡面它會用那個所謂的 Context 用Context方式來接 那一般同學對那個 Activity跟Context之間的關係 比較不容易理解 我們來看一下Activity 我看一下上面它有沒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它 這邊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會提到所謂的Context 那實際上特別注意 如果你們將來看到Context 實際上就是 Activity等於 這個Context 但是Context不等於 就是Activity 為什麼 因為在Context裡面 它包含了很多 比如說 Activity 或者是什麼呢 或者是Pocket Receiver 就是可以外部接收訊息的 或者是Service 或者是其他的相關的 控制畫面的一些 應該這個叫什麼 類別 但是呢 這個裡面有很 Context裡面有很多種可以控制畫面的方法 那Activity是其中一種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剛好就只會用到Activity 所以我可以宣告一個Activity就好 不過這個地方 我發現很多同學對這個地方 好像是懂非懂 不過真的 這部分真的還是比較抽象 我發現很多Activity裡面的書 講到很清楚的 還真的很少 你還是要慢慢從實作當中 你才可以體會得到 我剛開始我也覺得 這個Activity到底是什麼 裡面也有提到什麼 叫Context 你畫面 你把油膜放上去 它會提到什麼呢 To be of use 這個 Use with 什麼Context 什麼State 他有提到一個Context 那你會發現很多的參數裡面 都會用到Context 那可是Context是什麼呢 其實你也可以再點進去看一下 它有相關的說明 OK 不過這個地方的話 大概還是要體會一下 有時候它裡面的說明呢 不見得很清楚 那你就可以 可以再比照一下我們實作的這個裡面的程式嘛 從Run的過程當中呢 你會慢慢比較能夠具體一點點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是利用這個 這個Etenance Best Adapter 然後呢裡面必須要實作 實作有四個方法 好 但是呢 但是呢